又回答了一周一四的美洲360 今天同样的我们去看看三个星期发生的重大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Mazda 的 BT-50 终于要来到我国市场了 最近 Mazda Malaysia 的代理商 Bromax Auto 他们又在他们的官方面子书上面放出了预告 有两款新车要来到我国市场 分别就是 BT-50 还有 MX-30 我们先来看这个 BT-50 BT-50 是 Mazda 全新一代的皮卡车型 上一代的 BT-50 是 Ford 的 Ranger 铁牌而成的产品 他们说是双方开发 而在这一代则是变成了 Mazda 和 Isuzu 的开发 所以其实上它的本质是一个 T-Max 来的 也就是说 T-Max 的硬件配置 我们在 BT-50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主要的差异就是在 BT-50 采用了 Mazda 本身的 Kodo 混动设计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是在皮卡车系里面比较少见的动感 不过整体的配置来说其实跟 Isuzu 都是大同小异 另外这款车同样的也是从泰国市场进口 预计它会搭载 1.9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 3.0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根据之前网络上传闻的消息 它的预售价大概会从 12 万令吉起跳 至于这个 MX-30 我们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不过它是 Mazda 品牌第一款纯电动的车款 驱航里程大约为 200 公里 而在之前也有网民目击到它已经现身了我国市场 大家觉得这两款车会开出什么价格呢? 第二个消息就是 Volkswagen 的 Golf 第八代 终于在我国现身了 在上个星期 VPCM 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就是他们在举办的一项活动上面 他们预览了 Golf R-Line 还有 Golf GTI 两款车型都是以本地 CKD 的方式进行贩售的 只是在这个活动上面 原厂并没有公布更多的详情 例如说引擎的详细动力或者是价格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从我们的管道获得了一点消息 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个 Golf R-Line 一般上 Volkswagen 的车款 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 TSI 引擎 还有这个 DSG 的变速箱 但是在 Golf R-Line 上面 除了延续这个 1.4 公升的 TSI 引擎之外 他们把这个 DQ 200 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变成了 I-SYN 提供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引擎的马力是 150 PS 风质流率 250 Nm 加上这个全新一代的 Forceway 跟车载系统的话 让这台车子变得更有竞争力 据悉这款车的售价大概是从 14 万令吉起跳 相比上一代的 R-Line 便宜了 2 万多令吉 而且很多消费者有疑虑的 DSG 变速箱 也更换成了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是不是代表着 这一个 Golf R-Line 会有很大的竞争力呢? 但是这个 Golf GTI 版本 官方真的不愿意透露太多的详情 他们只是表示在今年内这款车会发布 所以就让我们期待 官方给我们的更多惊喜吧 第三则新闻就是传说中的 Proton S90 现身云顶测试 其实这款 SUV 说要进来马来西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第一次的消息曝光其实就是在这个今年的农历新年之前 但是之后因为这个芯片短缺啊 加上再次 MCO 所以这款车就完全没有消息了 但是最近原厂很平凡的在测试这款车 所以这个 S90 来自吉利的什么车款呢? 其实就是豪越 它是一款七人座的 SUV 车型 采用的是全新的 MPV 平台打造 所以看似很像 SUV 实际上本质它是一辆 MPV 而且它的内装设计比起这个 S70 或者是 S50 在质感方面有着更大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款车采用的是怎样的引擎配置 但是据悉它会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190 PS 如果以七人座的车型加上这样的引擎配置 我相信其实非常足够了 而且原厂也知道本地的消费者会以 这辆车能不能上云顶作为一个标准 所以他们这次就拉队到了云顶去测试 相信这款车的动力表现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 至于发布时间我们暂时还不得二知 但是预计会在 2022 年内 大家觉得这款车如果你现在订的话 你要等多久呢? 第四则新闻 Ford Ranger 大改款终于和我们见面 Ford Ranger 是 Ford 在全球市场一款非常知名的车型 因为它有着强悍的运动能力 还有出色的性能 所以不管在本地还是在国外 它都有一群很重视的粉丝 而在最近 Ford 终于公布了它的大改款车型 这个大改款车型采用了全新的平台打造 而且这个内装质感变得非常豪华 它沿用了 Ford 的最新家族设计 看起来真的很像 F150 的缩小版本 除此之外 它的内装设计质感真的是这一次我们要称赞的地方 不仅变得非常豪华 而且导入了非常多的高科技配备 尤其是那个 12 寸的触屏主机 让你的视觉效果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除了这个外观跟内装的设计之外 这一次引擎方面也是有惊喜 它总共有四个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一个汽油引擎 三个柴油引擎 汽油引擎方面采用的是 1.3 公升的 EcoBush 引擎 至于在柴油引擎方面 分别是 2.0 的单涡轮引擎 2.0 的双涡轮引擎 还有 3.0 V6 的涡轮增压引擎 其中这个 3.0 V6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呢 是在这个 FU 150 上面使用的 所以代表着使用这具引擎的 Ranger 动力表现会非常的出色 但是目前本地的 Ford 代理 并没有公布详细的上市时间 而原厂也公布 这款车会在明年与泰国率先投产 所以我们有望在 2022 年 就可以买到这个新一代的 Ford Ranger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的最新钢炮中也有进一步消息了 它就是 GR Corolla GR Corolla 的消息其实传了蛮久 但是一直都没有进一步的官方证明 这款车真的存在 但是在最近 北美的 Toyota 就在他们的官方推特上面 发布了一张预告图 这张预告图看起来虽然是 普通版 Corolla 的内装 但是里面有详情 它们分别暗示了这个 GR Corolla 的引擎 GR Corolla 的马力 甚至在这个窗外 你还可以看到一辆正在进行测试的GR Corolla 预计这款车会在明年内发布 它同样的搭载和 GR Yaris 一样的 1.6L 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最大马力达到了 268 PS 如果以一台 1.6L 的涡轮增压引擎来说 有这样的马力已经是非常出色了 重点是这具引擎还可以满足欧洲最新的 EUR 60 排放发挥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车 它并不会和 GR Yaris 一样提供三门车型 因为它考虑到实用性 所以这款车还是一个五门的先背车 但是配上了这个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 TNGA 平台的运动表现 将近它可以满足你的绝大部分需求 不知道到时马来西亚版本会卖多少钱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